两名法导会官员涉嫌滥用职权 向一名执法人员敲诈四万令吉 今天在如佛新山地庭面对欺诈罪名 两名被告仓皇离开法庭时 想方设法躲避记者的美光灯 其中一个人还当场失足 跌坐在阶梯上相当狼狈 两名被告不出法庭时 全程用外套和连帽衫遮住模样 避免被在场的记者拍到 其中一人不小心跌倒之后 迅速爬起来 连走带跑的坐上了在法庭外 等候的轿车扬长而去 他们被控在上个星期四晚上 在一家餐馆上一名执法人员 详骗了四万令吉 说是为了帮助对方解决 柔佛反贪会正在调查的案件 因而触犯刑事法典第417条文 也就是欺骗罪名 如果被判最长的话 可能监禁最高五年或罚款 或两者监失 其中一人扶手认罪 另外一个人则是要求审讯 法官允许两人个别以七千令吉 外加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